熟悉的蝴蝶结印着布农族图腾 身上穿着布农族的衣服 这是全世界第一颗Hello Kitty热气球 今年暑假将现身台东的国际热气球嘉年华 今年原本预计都是38天 因为各商家还有旅行社 真的是大家都太喜欢了 所以我们又准结了其他的经费 然后延长到45天 去年台东热气球嘉年华 创造120万的人流量 今年更增加山源湾海水浴场 作为光调音乐会场地之一 台东仙佛这次也继续邀请国外飞行员 来台共襄盛举 他在地就要先经过一个 得到阴性的检疫 来到台湾还要再检疫 检疫之后完全按照台湾境内的防疫规则 最高的规格 那整个到流程到了台东也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当中不会有任何一丝的漏落 县长饶庆林说 今年的现场防疫措施 会比重去年半年 包括采取实名制 进入热气球济流搭乘区 量测体温和双手消毒等 哈喽来台东 新唐人也在电视高中的中心 台湾台北报道